好,大家好,我是乐与主音,写字的吴老师 咱们今天讲一下 一首好字应该从哪起步练 怎么样练 这个进步比较快,效果比较明显 能够提升我们对练字的兴趣 我觉得来说 勇字办法它是有道理的 咱们先看这个字再说 那这一个字 我就是我们练字 首先是从笔画入手 那么笔画练哪几个笔画呢 说真的啊 我们主要关注这个字 长衡 主要是练习对比 就是笔从空中落下来 停一下,拉着走 再这样按一下 抬起来 第二笔画练术画 最后练旋灵术 看,从空中落下来 顿笔走直 抬起来,漏脚 第二笔画 第三是撇画 顿笔拉着走 略有弧线 抬起来,漏脚 然后这个 第四笔画那画 从空中落笔 不要停,拉着走 顿笔好,出那脚 踢笔 那这四个笔画 其实就包含了所有笔画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点画 它就和那画的起笔一样 从这个空中落下来 不要停,弯一点 这就是个点 你像我们说直画 就是很合树的组合 就这样看 顿笔拉直 拐弯的时候 停顿一下 来走直 还有这种 看,长一点 斜着走 就是很合树的组合 那像 我们说 有朋友说 我写着踢 踢它也是个踢笔 就是横 斜着走 看 顿 抬起来 那有人说 我觉得这个 斜钩不好写 斜钩 其实就和那画一样 看这样 它只不过顿下笔 斜着走 弯一点 顿笔 看 抬起来 那么像有朋友说 竖弯钩不好写 竖弯钩 就是一个 竖 横 钩 看 顿笔 这竖 走 弯一点 看 弯一点 横 翘起来写 出钩 看 竖 横 弯 钩 那有人说 我觉得握钩不好写 握钩就是一个 平底 看这平底 我们只不过把这边呢 更弯一点 看 弯一点 平 好 出钩 所以这样去理解 我们看 我们主要练习 是这四种笔画 就是 长横 悬念术 笔画 然后是一个 纳画 那这第一个问题 笔画问题 我们经常练这四个空笔 然后再去练其他的笔画 同样可以结合这些笔画 练习其他的字 那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练哪些字呢 我就来说练的字 咱们可以照来看 咱们 先练就是 这个左右结构的字 这个左右结构字 咱们一开始 主要是熟悉一下 它的这个 笔画和笔画组合 比如说单旁 看断 提 垂路数 走 来两个横 那再比说 我写木子旁 有横 看 有树 有撇 有点 你看 这是树 横 横 树 来个直画 看直画 等句 对吧 那再比说 我写三连水的字 点 点 看 踢 横 就是我们一开始 不要写太难字 为什么要练习这些字呢 练习这些字的目的 它就是为了啥 为了去记这些结构 这些结构统地记 像我那个巧技结构精华版里边 有这样的介绍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练习这个 偏纳的 比如我们写汉 点 点 这个悬空落下来 钻 提 看 横走直 钻鼻 看 偏画 纳画 看 还是主要有这些笔画 那比如说我们练习这个 斜钩的词 看 比 举这个词 看 或者说我们举这个词 那么写这些笔画的时候 咱们要注意 你这些笔画一笔写成 就是说 你从这个 起笔开始 看 一顿笔 拉着走 一笔写成 这样看着笔画 一定要光滑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你这个 笔画 漏尖的就是提 你看 批画 漏尖提 玄灵术也是这样 看 漏尖就提 那这是左右结构 对吧 那么 要是对于上下结构 你看 又少不了拼 我可以练这个字 再比如说 就练这个字 看我这个横 一定要写直 笔画要光滑 再比如说 我写着苗 看 斜着走 看 走直 哪怕斜着走 它是直的 好 那 先我们再写个绒 这个横 就是横 对下 鼻 抬一下 找准这个 勾画方向 就好办了 那走直 先到 路肩 那 我原来讲过 左右结构 它比高低 上下结构呢 把握住重心线 然后看收放 这些啊 在我这个 巧技结构 精华版里边 都有介绍 可以在我专案里边 你先去看 那比如说 有朋友说 我写这个丝 你看 两边的树 它斜着走 你看 这像这些平底辣一样 看 平一点 翘起来 对着中间 一样点 这再一样点 看悬空 一样一下 就成了 那比如说 我写兄弟的胸 横竖写直 斜着也是直的 看 盾 抬起来 撇画 盾比 看 斜着走一点 再写个横 看 来个勾 比如说 我们再写个窗 点 横 直 盾比 撇 看横写直 树和点对齐 把这个树画写成 撇 看 纳化 你看我这列举的 前面是这个 上下结构 这半毛尾结构 比如再来这样的 看 撇 横 写直 斜着走直 看 来个口 看 所以说 我们牢牢把握住 看 横竖 撇 那 这四个最基本的笔画 然后呢 再结合这个 左右结构 和上下结构 半毛尾结构 它结构的特点 它有些拿写特点 有拿写书写技巧 这个来说 大家可以通过 这来查证 我把这个字写一下 就说在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专栏里面 这个专栏就在 今日头条 或者说西瓜视频里面 有这个专栏 大家记住这名字啊 你看我这写的时候 看 每个笔画一笔写成 不是拐弯 你就不要停 然后写的时候 重脸就朝上瞎 那轻脸就朝上蹄 不轻不重呢 就拉着走 不轻不重 我们这个笔在行走的时候 是拉着走 你看 你看我写的这些字 看 主要就是 横竖 皮纳 你向这个钩 上抬起来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练字一开始 你要把这个基本笔画 空笔 搞好了 然后重点放在这结构上 那我们好多人写字 写的不好 问题主要在这个结构上 方法 掌握不熟练 所以你在这个笔画组成字的时候 可能觉得 哎呀 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 看了我这个 巧技结构 精华版 你会发现 哇 这原来写字 也不是太难 它像公式一样的 好 那么最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就说 首先 要把横 竖 这两种就是 钝笔和踢笔 这也是钝笔 踢笔 这两种是走直的 这斜的 带点弯曲线 像滑滑踢样 这压 钝 踢 一个难画 三个笔法 你像这个难写笔画斜钩 看 钝 斜着走 钝 正上方出钩 那么这个握钩呢 看 弯一点 平 刚才翘起来 就弯一点 竖弯钩呢 先写竖 弯一点 横 翘了一点 翘起点 出钩 像横钩 看 横 钝笔 出钩 主要看方向 所以这些 基本笔画 你能够写好 就是结构 那具体说 独体字怎么去写 左右结构怎么去写 上下结构怎么去写 还有其他结构的 大家可以看这一下 绝对是 我们一般 所见不到了 好 谢谢大家